南投县议会7日举行第18届第6次定期会第一审查会 会中以议长何胜峰为首 多位议员针对老人装置假牙补助议题表现得相当关心 希望明年能办得更好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表示 明年老人假牙补助将持续办理 只要年满65岁以上的老人 涉及南投县满一年即可申请 且预算与今年相比增加约500万元 将有更多的长辈来受贿 会议中议员不分蓝绿 均对老人假牙补助表达关切 南投老年人口达8万多人 今年除了65岁以上弱势老人之外 所图新增第二类 凡市及南投县满一年以上 且申请装置的时候 仍市及南投65岁以上老人即可申请 条件放宽后补助金额很快就用完 社劳处对此表示 今年编列2750万元 明年增加为3247万元 因此有更多长辈可以申请补助 社劳处副处长赖琼美表示 目前编列的经费可能无法满足所有民众 若经费不足 社劳处将会另寻裁员向中央申请经费 南投县从106年开始开办 一般老人可以申请假牙补助 那我们今年总共编了2000万 那因为第一年是第一次开办 所以申请者是非常踊跃的 那所以这个2000万的一般老人的补助到3月 就已经额满截止了 那明年度我们还是会编列经费来让一些有需要装置 假牙的老人家来申请 那因为议员一直认为说 这样子2000万的经费 没有办法满足需要装置假牙的一个数量 那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经费还有裁员的状况 我们内部会再跟裁主单位来一起来讨论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或经费的来源 来增加假牙补助的经费 社劳处指出 全国目前针对一般老人装置假牙提供补助的 仅有10个县市 南投就是其中 明年度老人装置假牙补助经费 来源包括第一类中央补助款547万元 公益彩券700万元 第二类公务预算一般户2000万元 合企3247万元 符合条件的老人经过医师评估缺牙 需装置假牙者 皆可透过各项证事公所或牙科诊所医院办理申请补助 补助内容包括办口者补助最高2万元 办口并部分活动假牙最高补助3万5千元 全口补助最高4万元违宪 有需要的民众请尽早向正式公所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